Hello 大家好 我是Kony 今天又带大家来新港这边看房子 然后我们现在同样是在这个门禁社区 那Newport Coast这边呢 大部分都是以有门位的门禁社区为主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房子呢 它是一个独立屋 占据了这一整片的位置 但是呢 它是有一个共同的车道开进来 那在尔湾其实有很多房子是有共同车道的 但是区别于尔湾的房子是 它有自己的拽位 看每一家门前是有两车位的这个车库的 所以这个完完全全是一个叫独立屋 所以然后这边一个车道进来 这边有一家 那这一家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看的 新上市的这种房子 那它室内的是四房3.5位 一共有2884尺 它的要价是435万 我们进去看一下 那这边的房子呢 都是以这种有点托斯卡纳 地中海事风格为主 看它的进门就是以这种圆拱形设计 那一进门呢就是旋转楼梯上楼 那我们进来之后 同样也是一个这种圆拱门 进来之后就先是它的客厅 现在天气稍微有点凉 它这里面开的暖气还是蛮舒服的 右手边是它的卡塞打 也就是现在在镜头的正前面是它的卡塞打 然后再往我们的右手边来看 就是它整个的后院 这个房子其实是一个横截面比较宽的房子 那我们刚才露掉一个左手边 这边是它的正式餐厅 横截面很宽 会让人觉得这个纵身呢 稍微有一点的短 有一点的窄 然后这边呢 过来之后 全部都是它的一个厨房和用早餐的区域 看它的这个倒台是放在最中间的 也换了一个这种超大的排油烟机的这种功率的 然后如果是把那边门做一下遮挡的话 其实这边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做饭的空间 那同样这边呢有一个门可以连接后院 后院这边还做了一个BBQ 那整个的感觉还是像刚才 我看下来之后整个的感觉还是像刚才一样 就是很宽 但是有点窄 这是这种房子的一个户型上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点 那它的后院其实是景观是开阔的 因为后面呢是我们小区内的一条路 那再后面那一排其实也有一栋房 在卖目前在卖500多万 也是一个独立屋 那它的后院其实是一个有点不规则形状的 这边是凸出来一点点角 那边应该要做一点点的这种 做一棵树啊或者一个景观去遮挡一下 但是整体的院子大小还是可以的 这个房子呢2004年的时候 这边的房子风格也很喜欢用这种米色的外墙的刷漆的颜色 正好这边来看 这边全部都是它家的院子 那它家的房子占地呢有8830尺 那这个Caseda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 这个房子它不仅可以单独进出 它这里还有一个门 可以直接从我们车道旁边的这有一个步道 直接走进来 在一楼 它家一楼 我最喜欢的反而是这个Caseda的区域 前后左右互相都不理 然后自己还可以看到整个花园 从另外这边出来呢 它这边还安排了一个小的水系 如果是在这网上做一做 或者是弄个推杆 我觉得也是不错的 推杆练习场 很安静的一块位置 通过门口的这个旋转楼梯 我们来到二楼 二楼同样是这种很多的这种圆形的顶 来做它的一个设计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主人房 因为它的这个朝向是朝正南的 所以它正面的采光还是不错 我们来看看它这边有一个阳台 虽然我们已经到了二楼 但是是看不到海景的 这里是看不到海景 可以看到那个小区的路 那斜对面那家也是在出售的 那它主位呢 这一侧也全部都是朝南的空间 尤其是它的这个淋浴和泡澡的空间 那整体给我的感觉呢 不管是它的走廊还是它的设计 我感觉都是相对会感觉 让人觉得这个房子的空间比较窄 包括它的楼梯步道全部都是 如果说这个价格430多万的价格 在整个Newport Coast里面来讲 还是不算一个高的价格 然后通过这边先是它的洗衣房 洗衣房配有一个水池 那另外这边就是两间次卧 这两间次卧并没有做station的布置 中间呢夹了一个洗手间 两个房间共用的 我们在学术上把这个叫Jack and Joe 这个卧室会更好一点 因为它自己拥有这个大露台 看这个大露台 这就是昆尼今天带给大家的房源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